请和长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是以阿弥陀佛的本愿 作为他立教的根本 不过善导大师 从教相来讲 他不是直接解释《无量寿经》 而是为观经做了寺帖书 也就是说 他是依据观经来展开 有关净土的教理 所以呢 如果对于 《观无量寿佛经》 他的基本梗概 如果不了解的话 我们要学习善导大师的思想 就有一点 可能不明了的地方 本来今天呢 我们是要讲解 善导大师 《观经书》 《观经书》 《玄义》分当中 所谓续题门 开宗明义 而把这部观经的 世尊佛 世尊讲述观经的理由 以及观经的主题内容 它分成了要门与宏愿 这部份内容呢 它是善导大师 把观经的玄义 就是它生妙的道理 总结出来 告诉我们 并不是经中的原文 那我想啊 今天我们先把观经的 这部观经啊 它的大流的梗概呢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观经 还有《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呢 在我们净土中 称为三部经典 叫净土三经 这叫我们的正义经典 那么这三部经的 释迦牟尼佛讲解的 时间次第啊 第一部呢 就是《无量寿经》 第二部呢 就是观无量寿佛经 第三部呢 就是佛说阿弥陀经 那么这三部经的 当然主体思想是一致 不过他们 对教化众生的立场 就是这个角度啊 和摄化的方便呢 是各有不同 这三部经比较起来呢 《无量寿经》呢 就是一部本源的经典 因为《无量寿经》 有详细开说 法藏比丘的四十八大院 那么发愿修行 成就佛果 成就极乐庄严 引导众生去往生 这是个来源之处 那如果没有四十八院 就没有极乐净土 也没有阿弥陀佛 也没有所谓的往生 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来源的地方 所以《无量寿经》啊 它是本源 观经呢 是展开 光是本源 还没有展开 这样呢 还不能普射群姬 就是有的众生呢 能够明了 那么还有的呢 不能够完全明了 或者呢 执着于原来自己 修行的观念 不能进来 所以这部观经啊 它展开的非常广泛 是呢 千计并欲 万法并收 那么把一切根基 修行法门的人 都能够把你呢 收摄在 这个净土法门之内来 它是一种一种呢 从方便引导 进入真实 这么一个角度 所以观经呢 它是一部展开的经典 那么《阿弥陀经》呢 是最后的一部经呢 净土三部经当中呢 最后一部 它是一部呢 结论性的经典 总结性的 很简短 比如说 《无量寿经》里面 也讲到 三倍往生 这个 发菩提心啊 修足功德啦 多少修善啦 奉辞三 再戒啦 供养三宝啦 等等 那观经里 讲到三福啦 定山观 散山观 很多修行 那么在 阿弥陀经当中呢 这些都不谈了 正直舍方便 为所无上道 就说呢 支持明号 其他的呢 通通割舍了 因为这是一个 总结性的 又把它回归到 弥陀本院称名 这个原点 所以这三部经呢 是这样的一层关系 那么 上导大师呢 他作为迷途的视线 在唐朝那个时代呢 因为也有很多人 在解释观经 同时这部观经呢 是受到教界 普遍的注重 因为他的刑法呀 不管是 净土门的人 能找到一句 就是原来修行 爱乐观想啊 爱乐种种这个观法啦 种种的修持啊 他也能找到 他的一种 相应的地方 所以呢 解释就很多 不过这个解释呢 不够 那么透彻 也不能够 完全的契合佛的本意 所以上导大师呢 重新解释 那我想今天现在呢 把观经号 它有关的梗概 跟大家介绍 那么观经呢 可以讲 在整个三部经当中啊 它是 最具有故事情节的一部经 最生动 最精彩 很有戏剧化 那观经呢 是可以拍成电视联系剧的 可能很多人呢 有些人有可能看过 有一个佛典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里边有一片叫 王舍城的悲剧 那么这是通过动画片呢 来讲观经的大概情节 所以讲呢 可以讲很生动 很惊险 很精彩 也很惊险 有很多情节嘛 像这个下屏往生的人 马上堕落地狱了 所以很惊险了 得救了 所以很精彩 这部观经呢 是释迦牟尼佛 在入灭前八年 要灭度之前八年 也就是世尊呢 在讲说 《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法华经》啊 是世尊 灭前八年所讲的 在讲这部经的时候呢 在我们观经一开始就说了 世尊啊 当时在七十觉山中 这就是所谓灵鹫山 于呢 一千二百五十位诸大比丘 还有呢 三万二千诸大菩萨 文殊势力菩萨作为上手 在那里呢 举行法华的法作 在讲解《法华经》呢 大乘最上 这个醍醐妙法 在那里讲 这个时候呢 在灵鹫山下面的王舍城 发生了人间的悲剧 在王宫当中啊 所谓的宫廷政变 国王这个政权的交谍 有一个太子呢 叫做阿舍士 阿舍士太子啊 他把他的父王 叫做贫婆索罗巴 贫婆索罗巴呢 和世尊呢 是同年生的 他是世尊的大护法 这个王太子啊 就把他的父王啊 给他收起来 关起来 关到这个牢里边 他要自己想做 想夺取王位 那么他是受到 为什么这个父子至亲 产生这样的一个血腥的政变呢 是因为他受到了恶人 提婆达多的教授 提婆达多 大家听说过吗 提婆达多 在我们佛教界很有名啊 我们要讲哪个不好啊 你就是提婆达多 这叫对佛法啊 他这个 他是一个反面的教材 不过他也是大权视线啊 他是 作为 所以破合合生啊 出佛生邪了 毁坏佛法了 提婆达多 那这里面就有故事了 为什么这个提婆达多 要教授他呢 为什么这个阿世世太子 就受了教授呢 这里面呢 有一段姻缘 也就显示我们世间啊 无常 英国轮回的业力 那么 拼拨苏洛王呢 他年龄渐渐大了 没有仔细 就是说王位啊 缺乏继承人 所以他就到处啊 求神 问仙 但是呢 还是没有后代 这个时候有一位啊 看相的 说大王 禀报大王啊 有消息 什么消息呢 他说 现在在山中啊 有一个大仙人在修行 这个仙人呢 还有三年的寿命 他三年之后啊 叫舍寿 来到王宫 为大王为你做儿子 你看这个相思水平也不简单啊 大王一听啊 满心欢喜 好啊 我这个国家又继承人了 他不过 我现在年纪大了 再等三年 等不及了 三年登下来 还有小孩子 还要过几年 最好呢 让这个大仙啊 现在就来 跟我做儿子 国王有点瞒不讲理 他就派了一个人说 你去 这个来到山中 告诉这个仙人 说这个大仙人 我们国王有请 他干什么 他说你啊 三年之后啊 要到国王做子 不过呢 国王说 现在来不及了 希望大仙呢 垂恩早父 你啊 慈悲慈悲 早点去给大王做儿子 他现在就说 哎 他说是有这回事 不过呢 还要过三年 你现在去 为时尚早 对不起 请你回名大王 这个使者啊 就是无功而返 答答答答回头了 禀报大王 仙人如此如此 这般说来 大王一听啊 就不高兴了 眉头一皱 说我是一国之主 在整个我的这个范围之内 山河大地 一切人物 归我掌管 我给你礼貌啊 我这个下心来请你 你还不成我的好意 是吧 这样呢 再去一趟 你跟他再讲 如果不答应 当场 把剑给他割了 当场断他命根 我还怕他不来啊 这个他不是没舍兽吗 当下给他杀了就是 还怕他不来给我做儿子 这个国王也是蛮不讲理 好了 那么这个使者啊 又去了 去了之后 跟仙人呢 又说 哎呀 你应当去 仙人说呢 我现在时候没到 这个使者说 如果不去呢 大王有利 就把剑扒出来 这个仙人呢 他也是个神通的 他就说了 他说 我本来还有三年 才去给大王做儿子 现在大王呢 派人 找断我的命根 让我去做儿子呢 你回去禀报大王 如果我给大王做儿呢 将来 我也以心口杀王 就他自己没有杀 他是有这个心 然后呢 动嘴 叫人家来杀 说完之后呢 就眼头受死 好 这样就命中了 当天呢 这个贫婆苏罗王的妇人呢 维提西 就赶到身上怀孕了 哎 然后呢 这个有孕之后呢 这个相思啊 又来了 就请相思一看 相思说啊 大王喜得贵子 是男是女啊 是男不是女 很高兴 哎呀 这个国家有继承人了 他不过啊 此儿与大王有损 这样孩子生下来啊 对大王你呢 呃 有损伤 贫婆苏罗王一听说 哎呀 没关系 我整个国家都给他了 对我损伤有什么关系啊 我再说不惜 好 相思打发之后啊 国王想一想 哎呀 可能不妙啊 是我这个仙人 临死之前 讲了这么一句话 相思又看 看准了 这个不是冤家来了吗 所以想一想 还是心里有点 不放心 害怕 他就跟他夫人呢 VTC在一起说 哎呀 这样子 我们商量一下 当生产的时候啊 你呢 就在楼上 到天井当中 在这个天井啊 下面天井 你们知道吗 一个楼 隔楼 中间是空的 那么下面呢 是南方队友的 下雨啊 下是空的地方 下是板 他你在天井呢 楼上呢 在天井里边生下来 他就掉到地上来 就摔死了 外人呢 也不知道 我们呢 这个声音也不录 也没有 就是好像生到 就没命没活 这样呢 不就把这个危机 就化解了吗 所以人呢 还是很自私 想到自己的令呢 哎呀 我还是保一保 那么这样 他夫人呢 丈夫这样讲 夫人就 点头了 等于说夫妻两个 共同密魔了 好 没人知道 那么生的时候呢 从天井上生下来呢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啊 命大 没有摔死 只摔了一个小指头 摔断了 哎 那这样 只好把他养下来了 那么就这种原因呢 呃 成为父子关系 那么提波达多呢 就来教授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啊 从为平波苏洛巴 唯提其夫人 不可能告诉他 都把他隐瞒了 所以啊 还是这个父子恩爱 这个教育他 培养他 然后这个提波达多呢 他出家 他这个人灵力心很重 不好好休息 他呢 就是看见释迦摩尼佛啊 大德供养 就平波苏洛巴 总是啊 送这个好的供养啊 一车又一车送去 然后呢 世尊呢 很多屠众 很受恭敬供养 他心里边啊 就羡慕 羡慕自己有没有本事 这个没办法 他就说呢 我最好要神通 我要学到神通之后啊 世间的人就对我恭敬了 我可以空中展现 十八般神变 那么他就找到 摄利夫尊哲 摄利夫尊哲 是大罗汉呢 他说哎呀 尊哲 你是不是教我学神通 摄利夫尊哲 也是大罗汉呢 都知道啊 哎呀 他说 哎呀 你啊 不让你学神通 你呢 就先学这个四念处 观苦空无常无我 这个是佛教的根本基础 你这个不学会 学会神通没用 摄利夫不跟他讲呢 他就找木剑连 然后一个个的找 五百大罗汉都找遍了 没有一个告诉他 他就苦恼了 学神通学不到 供养搞不到啊 所以叫什么 师父不做怪 居士不来拜呀 怪做不成不行啊 怎么办呢 现在找到谁呢 找到阿南 阿南呢 跟提婆啊 他们出家前是这个 堂兄弟 都是世尊 这个世家族的 阿南呢 我们两个是亲戚 你是我弟弟 你对我呢 不能够见外 你告诉我 怎么学神通法 你在世尊那里啊 听到很多法门 因为阿南是多文第一吗 什么教法 他都听到了 没听到的 世尊给他补讲啊 这阿南呢 当时是真的出国 是出国这个圣人 但是呢 他没有得到四国 没有他心通 所以他不知道 他这个老兄啊 提婆问他学神通 什么意思 其他大阿罗汉都知道啊 但阿罗汉不讲 他心通知道你不快好意 所以说你要先学四念处 阿南呢 不知生前 他好 你想修行好 把他教到旁边 阿南不会修 但是呢 告诉他 你怎么修神通啊 你先呢 用心举身 是吧 用心想 我的身体上空 一寸 一尺 一丈 上去 然后呢 再想呢 以身举心 心呢 上去 然后再想呢 这个身体啊 可以 这个身心何举 身心啊 都上空中 呃 学神通嘛 然后再想呢 说你这个身体啊 能够进入这个 呃 岩石啊 这个墙壁 可以呢 色之无碍 然后再想呢 整个的山川大河啊 可以入你的这个身体 没有障碍 然后再想你身体啊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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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虚空一样 变一切 然后再想你身体啊 越来越小越来小 能够到一个毛孔里面去 这样呢 反复的训练 反复的修行 都告诉他了 告诉他之后啊 这个提佛达多呢 他是个上根立志 很厉害 他就找一块地方啊 就是闭关修行 七天七夜修成了 厉害不厉害 哎呀 真厉害 七天七夜 神通修出来了 修出来了呢 他就来到提佛达多 那个面前啊 在空中呢 就显示他的神通 一会儿身大如虚空 一会儿呢 在空中躺着 一会儿就空中走路 一会儿啊 这个变化 那个变化 把提佛达多呢 看的是啊 这个是何方神圣 就问说 这是哪一位大德 人家说啊 这是尊者提佛 你看 他神通一学来啊 就不一样了 叫尊者了 尊者提佛 他就喊他下来 尊者你下来 那么提佛达多呢 就呼一变 变成一个小小孩子 一个婴儿 就坐在 二十四太子的 这个腿上面 二十四太子呢 就很喜爱他 哎呀 就像这个 大人亲小孩子一样 跟他亲嘴 然后呢 还吐这个兔叶 还喂他 那么这个提佛呢 就把他兔叶也吞下去了 然后呢 一回声 成为他那个样子了 然后呢 他说啊 他尊者啊 你又这么样的神通啊 因为凡夫嘛 他并不知道 他到底修正到哪个程度 就很恭敬他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得到弟子的 得到这个提婆的 得到阿什式太子的供养啊 提佛达多呢 心就更加的骄傲了 他这时候呢 只有他的想法了 他说 太子啊 你看哈 这个 你父亲啊 对佛呢 很恭敬 经常呢 一车一车的好东西送去 你看你师父 我就是显得 你看 冷冷清清的 这么一讲呢 太子说 哎呀 没关系 我父啊 能做到的 我也做得到 所以也把好车啊 好东西啊 一车一车我拿送 那这个提婆达多 得到 阿什式太子的供养 就更加起了交慢 然后他就呢 就是分开途中 跟佛俩啊 所以破合合身 自己呢 别的教法 哎呀 自己搞一套规矩 带了人走了 有一天呢 世尊正在那里讲法 提婆就跑来了 哎呀 说世尊啊 你年纪大了 你呢 这个可以退休休养 你把这个教团啊 这所有的徒弟啊 你交给我 我来帮你带 这佛法的任务呢 你交给我 我来红法 这个不是骗位吗 他都没讲 所有的弟子一听啊 都感到奇怪 这 这什么回事 呃 世尊啊 当然知道他的心意了 他说 穆剑联和摄利福是大法将 啊 都是上手弟子 我况且呢 不把佛法附属他们 何况像你这个愚痴人 你呢 是吃人家兔业的 我怎么可以把这个佛法附属给你呢 这个提婆一听啊 心里边 因为他是凡夫嘛 那个世尊是呵斥他嘛 他一听啊 心里边啊 起了毒恶的心 哎呀 这个世尊在大众面前侮辱了我 啊 讲我这样 讲我不好 心里非常的气愤 说我一定呢 想办法报复 就离开了 离开了 这时候呢 他就报复的机缘就来了 就找到 那天啊 又来找阿摄氏太子 他太子啊 你看我最近啊 太子一看他说 哎呀 我师父 你最近怎么愁闷不乐 你看我神情憔悴啊 我都是为了你啊 太子一听说啊 怎么为了我 哎你不知道啊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你这个父王对你不好啊 哦 都是为了我愁这样 怎么不好 他我告诉你说啊 他世尊呢 现在年纪大了 我呢 把他除了 我做心佛 你父亲呢 年纪也大了 你也把他除了 你自己做正位 这样我们心佛 心王 我们共同 这个化岛世间 这个多好呢 就跟提婆两个 出这个怪主意 给这个阿摄氏太子啊 出这么一个主意 阿摄氏太子一听了 当时就吓嘴 哎 你怎么讲这种话 你出福 我出福 我出父亲 这个怎么可以 他说 哎呀 你不要那么认真 我告诉你 你父亲对你啊 根本就不好 然后就把那段姻缘 如是这般 这般这般 你父亲当初就想博害你 对你哪有什么好处 不过因为太子你呢 福报比较大 谁摔下来没摔死 你就摔断一个指头 不行你自己看一看 他自己看 哎 还是有一个指头断了 他说现在啊 全国上下的人 宫内宫外 都知道你叫折指太子 就是你是断了一个指头的 只有你不知道 蒙骗了你 你还还以为好的呢 这个太子被别人一挑动 你想说 哎呀 有这回事啊 是不是真的 蒙骗说 不是真的 我还来骗你吗 肯定是真的了 所以人呢 一条索 有这个业缘啊 过去的因果关系啊 显现出来了 这个阿什师太子呢 当时心中啊 非常的称恨 就倾从了 蒙骗达多的教授 那这样呢 才发生了这件事情 把他的父亲啊 关在牢里边 那么关心之后呢 就是讲了维提妻夫人啊 就是平伯苏罗王的夫人 国泰夫人 毕竟是夫妻同体联心了 丈夫给关起来了 一切大臣不能借鉴 因为怕这个大臣去借鉴之后 老王要跟他密魔 不知道推翻怎么办 所以呢 阻止 但是呢 他妈妈呢 他没有阻止 这个妈妈呢 也去呢 也去看 看这个平伯苏罗王 那么他去呢 就身上啊 就洗澡洗干净 然后呢 用那个蜜啊 用这个蜜 合上这个面 搓得很细的 在身上啊 就涂上 然后呢 他这个 呃 王贵夫人呢 都有装饰品 就有阴烙 阴烙呢 这个都是 呃 小球啊 东西啊 他就把它打开 打开呢 一头呢 用蜡把它封上 然后把葡萄啊 这个葡萄浆 灌进去啊 再把另外一头呢 用蜡口呢 封上 这样全身挂满 有吃的 有喝的 就是送吃送喝进去了 那门卫一看 哎呀 这个 孤王夫人来了 也不能阻挡啊 大臣不让进 那个夫人来了嘛 还是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就把这个呢 就弄下来 给他吃 然后还给他喝 喝完之后呢 平伯苏罗王 就是 弄点水 喝喝水 输输口 输上口之后啊 这个 他自己关在牢里边 就想说 哎呀 我现在啊 生命不久 无常就在眼前 在这个平常呢 忙于国阵 现在正好休息 你看 平伯苏罗王不错啊 道姓很好 他就说呢 哎呀 大目见连呢 大目见连尊者 跟平伯苏罗王呢 是亲戚关系 你说我亲戚 最好呢 你来跟我授八戒 就是每天来给我授戒 他这么起心动念呢 墓见连就知道了 所以墓见连呢 就像一个鹰一样 有神通啊 就来到王宫里边 来为他授八戒 每天呢 给他授一次八关在戒 为什么每天授呢 因为他也不知道 哪一天可能就被杀了 同时呢 世尊呢 又派 傅鲁纳争者 所以说法第一的 傅鲁纳争者 一来给国王啊 给他讲佛法 告诉你这个世间无常道理啊 种种佛法道理啊 跟他讲解 让他心呢 得到宽慰 这样呢 每天这样过 时间呢 很快 过了三七二十一天 这个时候啊 二十四太子呢 又来检查 又来问这个门妹 说哎 门妹 我大王 我这个父王啊 现在还活着吗 人呢 都很虚假 他心里是想说 我父王肯定饿死了 二十一天了嘛 不吃不喝 不给来人 那不饿死了吗 但是呢 他不好意思说 我父王死了没有 还不好意思这样讲 讲得不好听 我父王还活不活着 活得好吗 那个门妹就跟他说 报告大王 父王现在活得好 不仅活得好啊 还活得面孔光彩起来了 为什么 他说啊 一方面国太夫人呢 给他送吃送喝 有葡萄姜 有面蜜 所以呢 身体呢 得到滋养 另一方面呢 穆建林 弗洛娜 从空而来 我们挡也挡不住 来跟他讲佛法 所以这个父王啊 听到佛法 身体喜悦 而吃到东西呢 身体色力强壮 所以现在啊 又不操心国真 反而面貌喜悦起来 活得好好的 这位阿瑟士太子一听 啊 称是 哎呀 心里很气愤 他就开始啊 起诚恨心了 他说了 他说我母是贼啊 与贼为伴 哎呀 我妈怎么回事 他跟我不占一条心 他跟贼 他把他父亲分开了 跟他这个合伙啊 不跟我一条心 沙门恶人 他又骂出家人 骂摄利夫真者 骂罗汉 罪过的都大啊 所以阿瑟士罪过大 杀父要杀母了 他杀门呢 是恶人 用词 用这个 唤祸咒术啊 令死恶王 多日不死 骂他父亲是恶王 骂沙门是恶人 说他用咒术 让他多日不死 讲完这个话呢 他就气狠狠的 就是一手 把这个剑拔出来 就去杀他母亲 要害母 你看 这个人干了 这个武力罪 现在都显现出来了 提波达多要母害佛 要出佛生邪 他呢 现在呢 提波达多害佛 破荷克森 这个是逆罪 他呢 现在杀父 又骂比丘森 骂阿罗汉 又要去杀他母亲 就气汹汹的 去杀他母亲 这个时候呢 有两位大臣 一个叫做月光 一个叫齐婆 说大王且慢 给王行礼 他说这个事情不能干 他自古道经啊 历史上记载 这个贪图国卫 杀父王的 这个有 这个恶王杀父亲有 为什么呢 父王不除掉 他得不到位子 这个历史上太多了 有一万八千 但是呢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无道害母 母亲没有王位 你杀母亲干什么呢 如果大王 你如果说 你们自己家的事情 你们的姻缘 父王也是王 儿子也是王 我们做大臣的 那么只有如此了 你的家家情类似了 但是如果你杀母亲 我们不能拥护你 那你呢 就是一个下列种姓 是詹陀罗 你不应该在王宫里住 这话也说出来 这两位大臣呢 就把剑的手 按着剑 就往后退 提伯达多 这个二十四一看 就发慌了 这两个看了大臣 要不拥护我了 要判我了 他心里就空虚了 慢一点慢一点 这个有话好商量 他就说 那就好吧 接受了 这个 你两个怎么不帮助我呢 他要我们帮助你呢 你就不要害你母亲 提伯达多呢 这个二十四一听呢 那就止不害母 就把这个剑呢 就收起来了 所以这样呢 提伯这个 维西西夫人呢 捡回一条小命 不然那个 当下啊 就要被他儿子 说杀害 那么捡回来之后呢 这个二十四啊 就吩咐内官 说把这个 把他母亲啊 给他关起来 关在内宫里边 很深深的 不给外面的人见面 没有杀 但是呢 把他关起来了 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 大家想想看 我们 每一个人 作为维提西夫人呢 他是一国之尊 平时是 这个养尊处优 万民谨养 任何事呢 随教随道 一切随心 这个时候呢 他遇到最大的苦恼 丈夫 给关起来 不是给外人关起来 给自己儿子关起来 要谋害 连自己呢 也身心失去自由 甚至呢 也要被加害 所以他可以讲 现在用国破家王 这个都难以形容 他这种心理的悲叹 他就觉得 这个世间呢 太苦了 怎么是成为这个样子 如果是平常 老百姓还无所谓 他从最高 落到最低 所以心中啊 苦恼的不得了 关在牢房里边啊 身心是忧愁憔悴啊 在那里啊 苦恼 所以我们净土法门呢 是救度苦恼众生的法门 这个有苦了 就要想办法求佛法了 平常他都不修行的 这个时候啊 他的牢房里面 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讲了 自己 自言自语 在那里啊 冤叹啊 哭泣啊 哀疏啊 释迦摩尼佛啊 如果我在外面呢 我可以亲自去拜访你老人家 现在呢 你看 我关起来了 我丈夫也没有力量了 哎呀 世尊呢 你老人家呢 威德尊重 我那一个卑贱的女子之身 我也没有资格 感情老人家到牢房里来看我 但是呢 你能不能派阿南 你的弟子 来慰问我一两句呢 让我心里面得到安慰和快 这个一点快慰感呢 他就在那里自己啊 就在那里 哎呀 在那里讲啊 哭啊 我们很多时候也这样 对不对 我们念佛 哎呀 阿弥陀佛啊 我怎么这样子 他的心情比我们还要悲伤 因为他的苦呢 你看看 比我们还深重多了 所以大家 以为提起夫人 大家不要说苦 你再苦比他强多了 你儿子还没有这样子的 你还不至于啊 成为这成为一个老房的官 起来接下求 所以人生总之是苦 作为一国之尊的夫人 也受这个苦恼 那么他在这里 向了佛的方向 礼拜下去 哎 头一地下去 还没抬头起来 释迦牟尼佛呢 在七世绝山 因为佛有他心通嘛 就知道了 所以世尊呢 知为提起夫人心之所念 知道他很愁苦 也知道他得度的姻缘成熟了 所以就派阿南 和穆建年两位尊者 从空而来 飞入王宫 想那后呀 如果我能去 就好了 不行 他是两位大阿罗汉 飞入王宫 那么世尊本身呢 从这个七舌绝山中啊 引没 那么从下面 这个从王宫里面就出来了 没有从空中过来 世尊一引 从那里引申 从王宫里就显示出来了 威迪奇夫人呢 刚头拜下去 头上没举一抬头 就发现了 世尊 释迦摩尼佛 坐在百宝莲花之上 身呢 放着紫金光色 周围呢 这个穆连世主 阿南世佑 空中啊 有这个世饭租天 这个朴语妙花 吃这个用了供养 世尊 都知道这里 可能要讲素生的妙吧了 这个威迪奇夫人 根本没想到过 世尊会突然来到 他这个牢房里边来 所以抬头一看 哎呀 非常惊喜 哎呀 世尊就好像这个 哎呀 流浪的儿子 见到自己的亲人呢 见到父母一样 内心啊 悲从心来 在那里啊 婉转豪气 那么已经是 悲不自尽了 已经是失气礼貌了 所以啊 举身投地 也不能说 我慢慢的翻掌来拜佛了 砰砰就跪倒 哎呀 豪淘向佛 哎呀 世尊啊 你可来了 说我怎么回事啊 我造了什么罪业啊 哎呀 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恶的儿子 我造了受这么样的苦恼 在那里讲 我看威迪奇夫人 跟我们都一样 凡夫 自己的因果报应忘记了 她说我造了什么罪 你忘了 你不是跟你夫 跟你丈夫两个合伙 准备把他摔死吗 他忘记了 哎呀 我有什么罪啊 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啊 怎么这样对我啊 你看我这么苦恼啊 他在那里哭 然后呢 哭来哭去 哎呀 心里稍微平稳一点 他又怪 又怪谁呢 又怪提伯达多了 儿子再不好啊 都是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不能全怪 哎呀 我的儿子虽然不好 如果不是提伯达多教授 他也不至于这样子 世尊啊 你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徒弟啊 跟你两个什么关系啊 你看他来这套了 哎呀 在那哭 世尊呢 一话不讲 让他哭 让他倾诉 让他用这个慈悲 安慰他 让他心中慢慢平静 啊 哭了半天 醒过来说 哎呀 世尊呢 这个世界啊 太苦了 这个世界啊 炎福提恶事 都是恶人 地狱恶鬼畜生 隐瞒 我呢 世尊你告诉我 哪个地方 如会进度 啊 有这个没有 有这个没有忧脑的地方 我愿意去往生 我不乐于 我不乐于在这个地方待了 我希望我的未来呢 不见恶人 不闻恶生 不好的生意 不好的人 我通通不见 自己的儿子 最亲切的 我从小对他 寒心疏苦 推肝就食 好吃都给他 一切的爱护他 结果呢 现在对我如此加害 你说世界上 还有什么人 值得我留恋 这个世界 还有什么 值得我留恋的 世尊呢 你告诉我 哪里好去 我要去往生 这个时候呢 世尊呢 从口中 而是释迦摩尼佛呢 这个从他的佛口里边 出五色光 这个光呢 就奔到 照到平伯苏罗王的顶上 穿越五万 说平伯苏罗王 也在坐牢啊 那么世尊的光啊 就照过去了 平伯苏罗王 受到佛光的加持啊 虽然隔着牢房的房间 虽然隔着空间的距离 但是心眼无障 他就看见释迦摩尼佛了 当时受到这个佛光的加持呢 当下正得第三 二罗汉国 得到阿拿罕 你看 是这个 还是善根啊 就是 在佛的正法时代 就这么容易 佛一放光 一加持 得了三国 因为他再加人吗 出家人就得四国阿罗汉了 所以我们现在 累个半天也得不到 这是善根成熟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世尊呢 又放这个 眉间放光 眉间放光呢 变到十方世界 然后这个光呢 又回收到自己头顶上来 光在头顶上 寻成一个光台 光台呢 像个虚弥山 这个虚弥座一样 虚弥山一样 十方世界啊 一切国土呢 都把它用光啊 用佛的神力 把这个十方世界啊 设在自己的这个光台顶上 让威提琪夫人来看 就像我们现在看电影一样 这个比喻不恰当 比看电影 那个就是生动多了 威提琪夫人一看 哎呀 好啊 这么多的诸佛净土 你不想到无忧脑充吗 太多了 有的世界是七宝赫尘 有的世界都是莲花 有的世界是水晶宫一样 透彻 有的是琉璃宝地 他就看了 眼花缭乱 但是在这个无量无边的国土里边呢 他选中了一个 一个最重 最美妙 最清净 最好的一个国土 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他就跟师尊说 哎呀师尊啊 这些国土啊 都非常的清净 都有光明 不过呢 我尽乐生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所 那为什么他能选择极乐世界呢 善道大师解释说啊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加持他 释迦牟尼佛的本心 就是要讲净土法门 威提琪夫人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用佛的神力 本来极乐世界呢 就是二百一十亿诸佛国土里边的精华 是国土里边 净土里边 最优胜 最精华的 那么师尊呢 再用神力加持 把其他的国土呢 稍微的隐没 刺一点 让极乐国土呢 特别的端正 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师尊的本心呢 是很清楚的 是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威提琪夫人说 我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时候呢 师尊就笑了 好啊 你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啊 为什么要笑呢 因为你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满了我师尊出世本怀 我正要讲往生极乐世界的法门 而且因为威提琪夫人这么一讲 所有未来的众生都可以有此因缘 不管什么样的根基众生 都可以呢 往生净土 所以师尊很高兴很欢喜 那么威提琪夫人就请教说呢 我经乐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所 唯愿师尊 教我思维 教我证寿 这两句话很重要 师尊呢 你就告诉我 这就是告诉我观想的方法 因为威提琪夫人呢 多少也听到师尊讲这个佛法 他认为要往生这样的极乐世界 那肯定要有深观 没有这样的深入的观想 可能去不了 所以他就向师尊请教 说你教我怎么样思维 怎么样证寿 那思维呢 就是观想全方便 叫初想 比较粗糙 不是那么很细腻 那么证寿呢 就是心境相应 完全显现净土庄严的景象 让师尊教他怎么样观佛 观想 师尊就跟他讲说 好啊 我今天呢 你哈 这个 今天你这样一问啊 众生得度因缘 意思大家就说就成熟了 那么我 跟你说种种的比喻 我今未如啊 广说众弊 一定未来是 一切众生 遇生 这个都可以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底下呢 就跟他讲三福 啊 这个是观金的次第 就跟他讲三福 说呢 要往生西方啊 要修三福 那三福呢 第一福 就所谓的四福 孝养父母 奉识师长 慈心不杀啊 这个 修士善业啊 这是四条 然后第二呢 叫做戒福啊 戒律方面的 这个 受持三规 修足仲介 不犯为疑 这三条 第三呢 叫做行福 就是大乘 是这个福业 说这个 发菩提心 读诵大乘 身心因果 发菩提心 读诵大乘 劝尽行者 这个三福告诉他 然后就跟他说呢 这个修行种种的观法 他说你啊 是个凡夫 你观想呢 当然没有力量 不过呢 读佛如来 有义方便 能让我们观想成就 底下就讲了 十三定观 那么第一观呢 就讲日想观 你想往生西方 即日世界啊 应该端生振作 置心一处 想望西方 那么先想什么呢 先想一个太阳 在这个西方地平线上 像一个这个 如这个玄谷 像一个谷啊 挂那个地方一样 要住心不移 心中明朗显现 那么这个日想观呢 叫做假观 极乐世界啊 并没有太阳 那为什么叫他观这个太阳呢 一个呢 是知道我们的方索 就是我们将来往生的地点啊 方向啊 在西方 第二个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呢 这个西方啊 是光明的境界 内心呢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佛 极乐世界呢 是无量光明土 那么消除我们内心的 鱼痴黑暗和无明 这有这个以光破暗 这种呢 是引导的含义 那么日想观 观安之后呢 所以说再观呢 谁想观 谁想观 就观想极乐世界啊 地平如水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 有高山啊 有丘陵啊 那么极乐世界呢 都是琉璃宝地 那为什么要观想水呢 极乐世界也没有水 也是假观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表示 表示了极乐世界平等 没有差别 水是很平的嘛 水平水平嘛 平等 也代表阿弥陀佛的慈悲啊 平等救度一切众生 没有差别 也代表呢 极乐净土呢 清净无染 那么日想观到水想观 再观呢 地想观 这样就观到极乐宝地了 然后呢 再次的宝树观 那么地上呢 有种种的七宝树 多高多大 叶子如何 树如何 都讲得非常的仔细 那么宝树观观之后呢 就观保持观 树下面呢 有保持 这个池子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七宝树啊 我们要投胎 这个脱脂连胎的地方 保持观观完呢 保树保地保持都是极乐世界的自然景观啊 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讲啊 叫自然景观 那么还在观呢 保楼观 保楼就所谓的人文景观了 大家好像造出来的了 但这个词用在净土就不合适了 那么再看观保楼 保楼观观完之后呢 这个一报观呢 就是极乐世界的外在的环境啊 已经观察完毕了 现在叫转观的正报观 就是极乐世界的佛菩萨 那么观佛菩萨之前呢 先有方便 先观呢 花座观 就观 释迦摩尼佛所做的正确莲花宝座 哎呀 这个莲花要观太大了 怎么观哈 不要讲其他的 这一个莲花叶子 我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比我们 整个大陆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还要大 一个莲花叶 比我们全中国还要大 那么这朵莲花呢 有八万四千叶 有八万四千叶子 你看你怎么观 每一叶叶子上面呢 有八万四千脉络 就是那个莲花的脉络纹 每一个脉络里边呢 中间有无量的这个 这个杂宝啊 模拟宝啦 是这个书家 珍切模拟宝啊 各种的宝 这每一个宝呢 还要放这个八万四千光明 每一光明里面又出多少多少东西 这么一层层的观 这个太难观了 但是呢 很殊胜很壮严 讲得非常好 这个就是观花座 花座过完之后呢 就观这个像 就是观这个像身 先观真身呢 就有难 先观这个像 就观一个金像啊 还有先观阿弥陀佛 无量寿佛 再观呢 这个观心菩萨 大师菩萨 在这个宝树之下面 三尊金像呢 放出金光 然后呢 一个数据下都有 数据之下都有 像观之后呢 再观真身观 大家早晚店呢 有说 阿弥陀佛 身金色 像好光明 无等轮 百好 婉转 无虚拟 盖目 成心 四大 光中 画佛 无书意 画菩萨 众 亦无边 四十八远 度众生 九品 弦令 登彼岸 那么这首记子呢 就来自于观经呢 它是综合观经 和无量寿经 那么它里面所讲的 就是观经 第九真身观的内容 真身观 这个阿弥陀佛 那就高大了 阿弥陀佛的佛 身有多大呢 六十万亿 纳犹他 横河沙 有寻 我们算啊 六十 六十万 六十万里面 还有亿 亿里面有纳犹他 纳犹他是印度 一个极大的数字 没法衡量的 后面再跟一个 横河沙 一个沙是多少 横河沙 我们师父们都知道 一些老居士也知道 还有一些居士不知道 我给你们讲讲 什么叫横河沙 师父啊 老是讲横河沙 横河沙 横沙是什么沙 横河沙呢 是世尊呢 来形容数量之多的 一个形容词 在印度啊 有一条河叫横河 释迦牟尼佛在生的时候呢 经常在横河流域 两岸呢 教化度众生 横河是印度的一条圣河 人们很敬重的 那么横河呢 很长 像中国的长江一样 有六千多里长 六千多公里 还是六千多里 我都忘了 很长的 那么横河两岸呢 四十里宽的地方啊 都是很细的沙子 你看 上万里的长 四十里宽 都是细沙 那么沙非常的细 一粒沙子呢 代表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一把沙是多少呢 已经数不清了 那么一粒的沙也多少呢 那更数不清了 那么横河的沙是多少呢 哎呀 没法数了 所以这个横河沙是代表 无量无边 无法形容 无法计量 这个数字 这么多的数字 那阿弥陀佛的身高有多高呢 有六十万亿 那由他 横河沙 有询 哎呀 这么高大 有时候我也这么想着佛 我闭着眼想着佛有多高 怎么高 哎呀 想着再高 再高 怎么高 哎呀 想着心里面 哎呀 想累了 放下来 念 那么阿弥陀佛 这个啊 观想我们心里也可以经常想 但是再怎样想 想不到那么大 所以这个是横河沙有许 那么这么高 这么大的佛呢 经常说呢 风生 放光明 光中的有处佛 佛中有处光 然后呢 如何如何如何 这个叫真身观 真身观 那么第九观 真身观的时候呢 就来到十三定观的最高峰了 因为直接观佛了嘛 观真身嘛 接下来呢 再观了观音观 第十观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呢 再观观世 大师菩萨 第十一观 再接下来呢 观普观啊 就观音啊 世知啊 普通观想 那么再接下来呢 叫杂观 哎呀 这个一报了 正报了 观音啊世知啊 还有其他的大海中啊 杂在一起 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啊 种种的观想 在一个保持上面 这叫杂观 这十三观观完了 那么这个叫前面的十三定观 啊 大家有概念 十三定观你包括呢 一报观和正报观 一报观观环境 正报观呢 观阿弥陀佛和菩萨 那么这四三观定观完之后呢 释迦牟尼佛接着讲 九平往生 叫散善三观 十四观 十五观 和十六观 十四观 就是上平往生 十五观呢 就是中平往生 十六观呢 是下平往生 所以十六观经呢 它是包括十三定观 和三呢 散善三观 这个上平往生的人呢 就是前面讲的修持三福业的 这个行福 上平是发了菩提心的 读送大乘 结第一亿 这是上平往生的人 这个叫上平 上辈三人是大乘 善凡夫 大乘行法的 修福业的 那么中平呢 中平上生 和中平中生呢 是修小春戒法的 或者是五戒 八戒 巨族戒 这个戒 持戒的 或者是一辈子持戒的 然后中平中生呢 是一天一夜 一日一夜 持八观这戒 这个求生西方 基督师戒 得到中平中生 这个一日一夜 不是说我受一日一夜 然后我就随便玩 不是 就说他如果有寿命呢 再往下做 那寿命呢 临终才遇到这个法门 快死了 受了一天的八观再戒 就好像那个 平不苏洛王 临终之前 请摄利夫尊者 请这个穆建连尊者 来为他受戒一样 那么中平下生呢 就是三府里边的 世府 就是世间的府业 世间的善法 就这个人呢 校养父母 辞心不杀 他很孝顺 但是呢 他没有出离心 他也不知道 他就心里边很柔和 知道做人嘛 应该孝顺父母 他还不懂得佛法 到临终的时候呢 他一辈子没遇到佛法 就是自然的行孝 比较我们世间讲的 这个人比较善良 他很孝顺 很柔软 那么到临终的时候呢 遇到人家跟他讲 哎 极乐世界有四十八月呢 阿弥陀佛救度众生啊 所以在观经里边 也讲到四十八月 就在呢 夏品 中品夏生里边 他听到这样的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了 那么这个九品当中的前六品 就是修三福的 大家知道 上三品 是行福 就大乘的福业 中上品和中下品呢 是小乘福业 是这个戒福 持戒的 那么 中下品呢 是世间福业 就是世间善法的 不求处理生死的 这些统统往生的 这个都是善人的 统统往生的 那么下贝十六观呢 是三种恶人 这个下品上身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恶人呢 是一个造作十恶重罪的 他除了不诽谤大乘经典 其他罪都造过了 无有惭愧 不尽说法 这个道生其物 现这个藏住啊 这个三宝物啊 他就盗窃 那么这么一个呢 没有惭愧的恶人 他是临终的时候 一辈子造作恶业 到临死了 遇到一个缘分 人家说你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他念了一句 求生西方极力世界 因为造作恶业 到临死时要堕落的嘛 他害怕了 恐惧了 这个景象显现呢 人家告诉他 善知识 告诉他 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 消灭诸罪 当下呢 阿弥陀佛来迎接 说善男子 这么一个人 喊他善男子 依如称佛名故 重罪消灭 我来迎如 呀高兴啊 各位 到你们临终的时候啊 阿弥陀佛也来讲 说善男子 依如称佛名故 顺我本愿 我来迎如 高兴不高兴 善女人 因为称我佛名故 诸罪消灭 我迎你回归净土 哎呀 那个时候我们就高兴了 所以这个人呢 十恶众生 当下称名 当下阿弥陀佛 显在面前 称赞他 引导他 他一念之请 随从佛后 往生极乐 七宝之中 我们为他鼓掌 好 这个下屏中生呢 比他更差了 下屏中生的人呢 是受过佛戒的 结果呢 他毁犯重戒 破了戒了 那么到临死呢 依照他的恶业呢 基于重火 一时俱现 受戒 破戒啊 这个恶业很大 比不受戒的 罪过还大 双重之罪 有性罪 然后又呢 犯戒的过失 所以呢 地狱重火啊 金总讲 地狱的火 通通烧起来了 哎呀 旁边 这时候真的看到了 火宅了 烧起来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遇到善之时 来跟他赞说 阿弥陀佛实力威德 赞说弥陀呢 光明神力 赞说阿弥陀佛 戒定会 解脱解脱之间 阿弥陀佛如何如何的 慈悲 如何如何的救度 也就是赞叹 这句名号 说这所有的功德呢 都收拾在这句 拉摩阿弥陀佛名号当中 你只要当下成念呢 你当下愿往生呢 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他听到之后啊 想念还没来得及念呢 就是听到了 哎 当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是不是也要为他感到庆幸 为他感到庆幸 我们不是为他感到庆幸啊 我说实在的 我们是为自己鼓掌啊 对不对 哎呀做多大的好事啊 他往生的 哎 比较起来我也有份啊 所以再鼓一次 想一点 哎呀 好 这下面呢 更精彩了 下瓶下身 这个人呢 罪业更重 这个下瓶下身 是影射前面的 阿瑟士 和提伯达多 这个人呢 造作忤逆重罪 杀父 杀母 杀罗汉 都造做完了 那么按照他的罪业啊 赛兰大师解释呢 厌其罪状 如果按照他自己本身 用过报应来 检验他的罪状的话 必定堕落 金东奖啊 因堕地狱 受苦多劫 无有出妻 这么一个恶人 比前面两个更重 那么临死的时候呢 当然是重苦逼迫了 遇到善知识了 我们不要等到临死 遇到善知识 你们现在 遇到这个教法 就已经遇到了 最好最殊胜的法门了 人家跟他讲 你啊 所以善知识呢 种种安慰 畏缩妙法 劝命练佛 说某某人呐 你自业其重啊 是啊 现在种种的苦恼啊 地狱火都烧来了 但是还有一尊 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 能救你 你不用害怕 你不用担心 这个佛不嫌弃你 你念佛就好 但是这个人呢 所以这个人呢 此人呢 怎么样 这个 这个 为苦恼所逼迫啊 顿苦所逼迫 此人呢 就是 惶恐 不惶念佛 他被这个苦恼所逼迫呢 这个念佛 怎么 要集中精力啊 要怎么清净心啊 要怎样的 要不齐妄想 杂念 他现在恐怖纷飞 对 哎呀 就经常说 他心中的没法念佛了 善知识一看呢 哦 他可能误解了 以为念佛要怎样的 宁定心智 要如何的集中精力 说善知识 马上就改口 就跟他讲 说如若不能念比佛者 因为观经里面讲的念佛有两种 一个呢 就是观想 观想念佛 一个呢 就是称明念佛 他如若不能念比佛者 要思想意念 心中意念 善导大师解释这个念 是心中意念佛名 心中意念佛名呢 很口中称念佛名 哪一个容易 你们想想看 不要乱讲 想一想 心中意念和口中称念 哪一个容易 这个心里面念那不容易的 你比如讲 你跟你儿子闹别扭了 或者跟你老公闹到心里难过了 你这个时候念佛 自然会开口念 阿弥陀佛 让你把嘴巴闭上心里面念 你念不出来 你做到里面 憋得慌 躲得慌 心里面乱 乱 心里乱 那但是如果口念呢 就很容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句接一句 对不对 心念要有 最起码你要某种程度的安静 虽然不要说达到怎样的亲近 你最起码心里面能够比较闲 没有似 要在那个很苦恼 很逼迫 重脑攻心的时候 要心里面念 不容易啊 所以这个人呢 他现在呢 是四大分离 重苦逼迫 心里面怎么能够依念佛名呢 所以善知识就跟大家讲 如若不能念比佛者 阴沉无量受佛 你就嘴巴喊 就可以 嘴巴张口念出佛出来 没有心静心 没有关系 心中说没有什么观想 什么乱造造 没有关系 这个佛 如这种佛的功德善利不可思议 你张口念出来 就可以得救 你说我们是那个 现在就是那个要死的人 要多了地狱的 这么一听啊 哇 欢喜了 内心里面 一下子 至尘 恳切地 跪头过来 所以经中呢 就用这样的经文来描述 说 如是至心 他听到这里 心里面 当下安稳了 哎呀 这样就可以往生 所以他这真心发起来了 如是至心 令神不绝 这个一生呢 接一生 因为火就烧在旁边了 马上就堕落下去了 所以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估计一定念的是这个 当时教的是念六个字 说你呢 称 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来不及 念六个字呢 念四个字也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快点 佛佛佛佛 也行 急了来不及了 所以念佛啊 六字啊 四字啊 三字啊 一字啊 两字啊 都可以 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字 阿弥陀佛四个字 阿弥陀三个字 弥陀两个字 佛一个字 你真的愿意投靠这种佛 都可以 不过经中告诉他说呢 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如是至心啊 令神不觉 念念相续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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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足十念 这里讲十念 称南无阿弥陀佛 于念念之中呢 除灭八十万 八十亿节生死重罪 哪一念哪一生 生死罪消除 八十亿节生死罪消除掉了 那么就看见呢 这时候就命中了 就看见呢 这个还没有死的时候 就念佛了 现在临命中的时候 就看见一朵大金的莲花 见金莲花游入日轮 又回到当初的日想观里边了 像个太阳一样 光明灿烂的 来到他的面前来迎接他 当下呢 他一念之起 随着这个金莲花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七宝之中 精彩不精彩 这个人呢 可以讲是堕落地狱的 他啪就要堕落下去的时候 他念了一句佛 南无阿弥陀佛 结果阿弥陀佛的宝莲花 跳过来了 一下把他接住了 飘飘荡荡 往生西方 就这么回事 正当堕落地狱的时候 断正间腰 被阿弥陀佛的宝莲花 当堕落地狱的这个 这个时候啊 他念了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当下接住了 运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呢 都是这样罪业凡夫 我们每天也在往下调 我们每天造的罪业 比我们每天修的福报多啊 我们每天都在欠债 所以我们越老啊 年纪越大了 就感到越苦 就感到呢 背头了 为什么 业障多 压得我们压弯掉了 一直把我们压 压下去 所以我们每天 人生啊 都在往下堕落 在这个堕落的人生当中 我们成年拉姆阿弥陀佛 当下阿弥陀佛的宝莲花 他就来到我们脚下面 把我们拖住 让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部 观经呢 讲到这个地方呢 观经 大体的内容就讲完了 十六观讲完了 所以结尾是结在 最下等的武力众生 十生一生成名 得生极乐暴徒 那么阿弥陀 听到这部观经呢 就很高兴很喜 说 哎呀 世尊啊 这么殊胜的教法 请问世尊 这部经叫什么名字 我们现在名字嘛 是后来翻译的人写的了 这个名字能够 灵能穿意了 能表示他的毅力了 世尊请问这部经的 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呢 此法之药 当云和受持 世尊你讲的太广泛了 有三福啊 大乘啊 小乘啊 还有世间善法了 又讲十三定观啊 真身观 假观 通观 很多 他的要点在哪里 你告诉我 怎么样的修行 怎么样的理受 世尊就跟他讲啊 这部经呢 叫观极乐国土 无量受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菩萨 又叫做呢 进出业障 生诸佛前 这说这部经的要点呢 就是阿难啊 你听好 阿难 如好吃事与 持事与德 即是持 无量受佛名 这部经的要点呢 不是十三定观 也不是三福 也不是大乘 小乘 事善 要点是持 无量受 佛名 这个就是这部经里面的 魔力宝珠 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的受持 广播大众 传给一球友人的人 如果大众能够念佛 这个人是人中 分托利花 是观世音菩萨 大师菩萨 作为他们的好朋友 这部经讲完之后呢 阿难 当时在大会的时候啊 维提琪夫人 还有五百侍女 世尊都授记他们 统统必定往生西方极乐时机 当时 因为维提琪夫人在宫中嘛 虽然没有外人有侍女 那么参加的人呢 各个世尊就授记说 你们都可以往生极乐时机 可以得到现前诸佛三昧 那么这场法会呢 在王宫里边 这次法会啊 是在王宫里边的 这个 密会 就是外人不知道的 王宫里边讲的 讲完之后呢 这个世尊和墨建连尊者 还有这个阿难尊者呢 逐步虚空 这个是回去的时候啊 就不想来了 来的时候呢 释迦牟尼佛 是从骑射尖山上引墨 从王宫里面出来 回去了 他满足了 这个都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这样来呢 就说世尊来讲这部观经的时候啊 很隐秘 他的道理不容易明白 讲完之后呢 他的本怀畅开了 就不隐 不隐 不隐藏了 从空中啊 浩浩荡荡 带着两位逝者 回到这个 灵鸠山 到了灵鸠山之后呢 阿难又再一次的 把这部观经呢 给在场的大众 三万二千菩萨 还有呢 一万二千 一千二百五十大比丘 大阿罗汉 给他们再讲一遍 所以这部观经呢 讲了两遍 叫两会 王宫会 和骑射会 王宫里面 开了一次法会 世尊亲自讲的 其实绝山讲的一次呢 是阿难转述的 那么这就是一部 观经的大概 好 喝茶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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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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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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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